さあ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今回の本月焦点 これは動物園です 可愛い動物 たくさん出てきてます みなさんは動物園で こういう動物を見たときに どういうふうに表現しますか 你们在動物園 看到这些動物的时候 要怎么样形容它呢 我们今天就练习这个部分 好不好 这边有列出来一些动物的名字 那我们现在看看 看到清楚吗 可以吗 这个月的我们主要目标 就是要抓好音调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种单字的时候 你看这个数字 就是你要念的音调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你看到这边 一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字是高音 然后第二个字以后 就变成低音这样子 ゴーリー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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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嘛 那一样道理 你看 パンダ パンダ也是啊 パンダ パンダ 对 意義就是 第一个字的 后面要下去的意思 OK 那到底是 零是什么东西啊 零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所谓的 平板形 意思是要念平的 可以吗 那要怎么念呢 那要怎么念呢 就这样子嘛 你听起来平一点嘛 不过呢 我先告诉你一个技巧 就算说零 念平的 但是一般来讲 第一个文字是稍微念低音的 怎么说呢 就是 稍微第一个字 对 第一个字 稍微低一点 听得出来吗 那一样道理 对嘛 第一个字就是 稍微低一点的 如果你真的全部都念高音 感觉有一点点不对劲的哦 那一样 那个路的话呢 就这样嘛 所以呢 第一个字稍微低一点 所以这个是 这个标点符号 零的念法 虽然说零 但是通常 第一个文字是念低音的 所以这个规则 稍微记起来哦 OK 那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 我练习这个单字的时候 都要形容成 什么什么 哇 看来 嗯 按照我的直觉 我的感觉来的话呢 就是全部都是变成这个句子 ペンギンはかわいいですよね ラクダはかわいいよね 就这样子嘛 我稍微把它丰富 画一点 OK ペンギンの色 ペンギンの色 ペンギンの色は白と黒ですよね ペンギンは白と黒が混ざっています 混合在一起 はい ラクダ ラクダには コブがあります ラクダには コブがあります ラクダ吠えよ コブ 再来 鹿 鹿 鹿には 角があります 鹿には 角があります 角 角 はい 次 猿 猿は 頭がいいです 猿は 頭がいいです 他很聪明の 再来 ゴリラ ゴリラは 実は 優しい動物です ゴリラは 実は 優しい動物です ゴリラは 其實是 温柔的 温柔的動物 はい 再来 パンダ パンダは 白と黒の 可愛い動物ですよね 白と黒 はい 再来 コア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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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アラは ユーカリを食べます ユーカリを食べます ユーカリ ユーカリ ユーカリは 他固定 吃的 植物の名字 ユーカリを食べます 好 再来 フラミンゴ 你看の 標点符号 3 3的意思是 フラミン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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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念の 一样の 一样 雖然说3 第一个字 通常是念 第一音 是一般的 フラミンゴ フラミンゴ じゃないです フラミンゴ じゃないです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要小心 フラミンゴ フラミンゴ 可以吗 OK 再来 フラミンゴは 片脚で立ちます 他是断脚 这样子来 是不是 片脚で立ちます はい 再来 カ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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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バは 力が強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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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カンガル カンガルは 飛ぶのが上手です カンガルは 飛ぶのが上手です 他跳得很厲害 はい で サンマー カンガル 在这边 下去 那第一个字 要念 低音的 カンガル カンガル 我其实 也不会说 カンガル カンガル 对 所以 这个是 一个微妙的地方 在 那 虽然说 サン 但是 一般的念法 就是 カンガル 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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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低音 这个时候 大家有一点难度 因为 你看 一样 サン 通常念 フラミンゴ 的时候 フラミンゴ フラミンゴ 不会念 フラミンゴ 但是 カンガル 的时候 就变成 カンガル カンガル 另一个字 也是念 高音的 所以 这个是 日文 真的不好 学的地方 真的 对不起 这个需要 按照 一般的 习惯的 大家念 习惯的 音调 要学习 要模仿的 好 再来 ウサギ ウサギ ウサギは ぴょんぴょん 飛びます ウサギは ぴょんぴょん ぴょんぴょん で跳 对 那个小东西 跳跳的 那种 泥声泥台语 叫做 ぴょ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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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这个是 一个泥声语 で ウサギ ウサギ はい 再来 トラ 老虎 トラ トラは ちょっと怖いですよね トラは 白と黒の シマシマです 所以呢 ヘイバイ 这样子 ヘイバイヘイバイ 的那种 感觉 叫做 シマシマ シマシマ 所以 他叫做 シマウマ はい 再来 ゾウ ゾウ 大象 ゾウは とても 大きいです そして 耳も 大きいです 鼻が 長いです OK はい 再来 サイ サイ はい サイは ツノが あります サイは ツノが あります 他有 はい 再来 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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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来用 也可以 所以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第一个字 念高音 低音 没有绝对的规则 好 再来 ヒョウ ヒョウ 他是写 一嘛 那到底 从哪一个地方 开始下去呢 你看到 这个ヒ 所以呢 从这边 开始下去 没有 因为 ヒョウ 是一个 凹音 对吗 一个大写 一个小写 这个当作 一个音 一个音节 所以呢 要 这样子 凹音 当作 一个文字 最后一个 ク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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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现在已经没有了的话 你可以说 过去型来表示的 OK 好 那以上就是 动物园的 单字整理 我们进行到绘画